北京高考分数线,本科普通批文科480分理科423分。 23日,2019年北京高考分数线已出炉,与往年不同,今年北京高招录取批次有所调整,本科一批,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2019年北京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本科普通批录取线理科423分,文科480分。 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295分,理科335分。 据了解,6月25日80至29日20时,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北京教育考试连网站,3w.bjea.edu.cn,3w.bjea.cn,进行志愿填报。 同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 安徽高考分数线出炉,文史一本550例公义本496。 6月23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公布了今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文史类本科1P550,本科2P504,高职专科P200。 理工科本科1P496,本科2P426,高职专科P200。 目前,安徽省高考成绩查询入口已经开放,今日上午9点起,2019年安徽高招咨询平台,在晚招生院校在线答疑也开始进行,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校的在线答疑陆续进行,考生可登陆安徽高招咨询平台进行咨询。 据安徽高招咨询平台显示,2019年安徽省高考报名考生,51.3万人,比上年增加1.4万人。 其中,文史类考生25.1万人,理工类考生26.2万人。 因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已录取考生88468人,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4303人,故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42万人。 重庆高考分数线出炉,文科一本545理科,一本525。 重庆市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各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重庆市2019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第二次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现公布如下。 广西高考分数线出炉,文科一本521理科一本509。 2019广西高考分数线广西招生考试院已公布,广西一本分数线已公布。 本科第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509分,文史类521分。 本科第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347分,文史类388分。 高职高专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文史类180分。 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体育类专业的录取,由文化分数线和体育同考分数线双线控制。 各批词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分别为,一普通本科文化体育同考,210分80分。 二、高职高专、文化体育同考,160分60分。 艺术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艺术类专业的录取,由文化分数线和艺术同考分数线双线控制。 各批词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分别为,一普通本科。 艺术类业文化分数线。 艺术类,260分。 艺术文类,291分。 二、艺术同考分数线。 美术类213分。 书法类223分。 音乐类205分。 舞蹈类182分。 播音主持类242分。 广播影视编导类229分 2.高职高专 艺文化分数线 艺术理类126分 艺术文类126分 2.艺术统考分数线 美术类180分 书法类210分 音乐类165分 舞蹈类165分 播音主持类225分 广播影视编导类203分 江西高考分数线出炉 文科558立科522 江西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一本 文史558分 立功522分 二本 文史502分 立功449分 军校军检线 文史548分 立功512分 河北高考分数线 文科一本549 理科一本502 河北省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文科一本549分 二本次161分 专科批220分 理科一本502分 二本379分 专科批200 云南高考录取分数线 一本线文科560分 理科 535分 535分 23日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该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一本文史560 理工535 二本文史480 理工435 专科文史200 理工200 艺术文本科400 专科200 艺术理本科345 专科200 宁夏高考录取分数线 文科一批538分 理科一批457分 23日 2019年宁夏高考分数线公布 一本科一批 文科538分 理科457分 二本科二批 文科455分 理科381分 三专科200分 甘肃高考录取分数线 理工一本470分 文史一本519分